名人搜身 彩妝師小凱敗家就要大 洛春甩香土味 彩妝師小凱 張景凱 來秀身上行頭啦 那因為我的個子很高 所以我買東西的 最高指導員的就是要大 他的包包真的超級大的 是把彩妝都帶在身上的意思嗎 只要看到我提這個包 就代表我對那個長姿 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但是裡面可能就只有 一個電話跟一個筆記本 但對於這個包啊 它有一個慘嫩 很多人把這個品牌的包包 送去他們這個銀式的品牌 做加工 可是我聯絡的這個品牌 他們據說已經不接受 這樣子的服務了 就算他身為Chrome Hearts的VIP 還是被婉拒耶 只好拿該品牌的吊飾 混搭在包上啦 他們的東西我該有的 幾乎都有了 連化妝包也是Chrome Hearts的 究竟彩妝師都帶了 哪些保養品呢 好好奇喔 我最 最需要最重視就是香味 所以我一定會隨身攜帶香水 示範化妝的時候 都會拍到手的細節 所以我們很重視就是手部保養 這就是我平常保養手部的時候 會用的產品 因為有一次我看那個 自己播出的畫面 然後發現天啊 我的手怎麼可以醜成那樣子 常常碰髮膠啊 什麼清潔劑啊 然後顏料啊 產品 然後我東西包又重 所以我手真的是 全身上下呢 最 老的地方 因為呢 我的唇色比較不健康 那我就會用這個裸色的口紅 做一下修飾 因為嘴巴只要一蒼 就是一蒼白 就有一種 我不曉得就有一種 特別的氣 氣質 對 我個人啊 個人追求那種感覺 對 嘴巴太紅 有時候就覺得好像 有點香土味 這當中 如果我出門 我什麼都不戴的話 我口袋臉還是會戴著裸唇 一定你走出去 最重要的是這一隻 是這一隻 沒人啊 我喜歡你的包筷子而已 可以 八道